作为国内知名的喜剧大师 周星驰的名字估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演绎的作品几乎都是经典 在影视行业 周星驰在很多人的心中都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细剧品读周星驰的作品后不难发现 那些曾给我们带来欢乐的经典作品 其实都倾注了星野无数的心血 长大后才明白原来这些都是悲剧 真真正正地看到了成年人的世界 从而更深一步地了解到周星驰这个人 星驰的成功绝非仅仅演员和导演的天赋 而是因为敬业的态度和超高的要求 作为一名演员 他会反复斟酌自己的动作表情是否到位 即使导演说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他也会继续精益求精 在做导演的时候 他也会为了一个镜头重复很多次 不少演员都知道星驰的高要求 在娱乐圈中最不缺少的就是明星了 要想得到长久得到众人的尊重与喜爱 必须就要有过人的实力或品行 在平时生活中 大家看到的明星都是谦逊有理的 不过在真正遇到突发的事情时 能完美应对的明星却是少之又少 周星驰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在接受鲁豫的采访录制时 开始的时候很正常 主持人提问的问题 周星驰也都一一进行了回答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在节目采访时 周星驰的手机由于忘记设置静音 在录制拍摄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当时手机铃声直接打断鲁豫的话 周星驰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发生 当时已经是正式的录制过程 周围的人十分尴尬 一时间空气都变得奇怪起来 主持人面对突发情况笑着说 你可以接 还说 万一是什么大事呢 没想到 周星驰的做法令人意外 他把电话直接挂掉了 然后假装放在耳边说了几句话 当时逗笑了很多的观众 不过下一秒他的一句话说出 让网友直接炸锅了 周星驰说 没有什么事情能大得过现在的采访 这句话让主持人相当感动 顺利将采访进行下去 星驰假装说两句话 表示自己理解主持人的好意 挂断手机是因为采访更加重要 周星驰的高情商 在假装接听电话的这一刻展现了出来 既幽默地解决了这件事情 也继续了采访 因为这句话 再次圈粉无数 这样敬业的周星驰 怎么能不被大家喜欢呢